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园内有一些项目是另外收费的 70岁以上的老人免门票 学生军人搬家 做轻轨三号线 直达 一定要玩的项目是滑下滑翔 星际探险 3D 鲁宾讯 漂流记 4D 非常实验室 人不多 时间且充足的话呢 哪里都应该玩一下 整个园区分东西两边 大型的项目在地图的左边 小型项目在地图的右边 中间的广场很广阔 而且你一定会去 因为吃饭的地方就在中间 我跟我妈一块去的 后来我发现一个事情 只要我们俩在一块 无论去哪儿玩什么记不住 就在哪儿吃饭 肯定记得特别清楚 每一个主题游乐场呢 都会出自己的周边 长影出的就是电影周边 特产 在长影十一城里 随便走走 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道具 在我们长春嘛 长春电影制片场 是几代人都值得骄傲的 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长影道具车展览馆 这里展出的车辆呢 都是长春电影制片场珍藏的 不光长影拍戏的时候用过 其他电影制片场也会借用 我们长影可是新中国 第一家电影制片场呢 拍摄过故事片900多部 抑制各国影片1000多部 我呢 上学期间各个学科的老师 有很多也是从长影请过来的 虽然长影中间也会有低潮汐 不过现在可以通过旅游项目 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过去的电影 更好地了解长春和长春电影制片场 所以长影十一城 不光是一个游乐场 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电影主题公园呢 每年的夏天呢 长影十一城里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主题灯会 在我心里是希望长影十一城 可以成为东方好莱坞 不过没成为也不要紧 不影响我们家乡景区的喜爱 我去过很多游乐场 大多数的游乐场都有一个共性 基本上都是排队两小时 欢了十分钟 大家要做好这种攻略和心理准备 我个人的建议是 你去之前呢 想好你最在意的是什么 排出主次 这样到了现场 就一定会按到你的预期去玩上 长影十一城里有一座桥 是很值得去的时候驻足一下 因为有一些雕像是长春电影制片场 曾经拍摄过的电影资料 是时候骄傲地跟大家说一下 我国的第一部意志片 是1949年的长春电影制片场 意志的苏联电影《普通一兵》 而这部电影呢 标志着中国意志变的时代 正式开始 那么至于家业的也就不用提了 一家六个人一定有点地 还要吃又团 不仅仅 在这边 一家六个人 有点地 一家六个人 请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